毒犯飆车演完命快递 丢钱甩紧 证明被警方排捕 头低的不能再低的是 35岁毒犯陈胜武 前天他开着这台 刚花200多万元买的 BMW320跑车 到桃园进行毒品交易时 遭到警方围捕 他以时速120公里速度 狂飙 躲避茶器 沿路边丢毒品 烧票 甚至企图甩尾冲撞检针房车 惊醒过程软如电影 玩命快递 最后被两辆检车包夹进入 这处死相才下车投降 两个礼拜点 就将他手贩毒的这个部合 去买一部新的这个 电道率跑车 一方面在进行这个毒品交易的时候 如果遇到警方追弃的时候 可以很快的逃离这个警方的查题 警方昨天讯后 将陈胜武等12名嫌犯 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 栋新闻台北报导 明镜 Se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